晚晚7點看容易 玩區生活So easy 玩區生活知多些 2024超容易 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又來到我的軟裝小課堂 不知道前兩節課的萬能公式 大家有沒有收看 如果有的話 可以在評論區內留下 你最喜歡哪一條公式 覺得哪一條最實用 陪了這麼多客戶去買傢俬 我發覺我們客戶最關心的兩件傢俬 一個是床墊 一個是梳化 這兩件傢俬都是我們平時 Homie體驗日的重頭戲 我自己都認為 床墊和梳化 一定要親身體驗過 試過才可以買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 我們中山最大的傢俬城 紅星美海龍 帶大家體驗一下 和學習一下如何選一張好的床墊 我們一起出發 我們來到斯連 其實我們平時買開盒子 做開的幾個品牌 他們每一次有新床墊上市 都會通知我們先過去做一個測試 所以 推薦給客戶的每一張床墊 我們自己都是親身試過的 而且還不止我試過 我還會邀請我們的同事 譬如說 體重特別重的同事 或者打臂行特別重的同事 我們全部都會過來試過 剛好前幾天 斯連就會通知我 有幾個新款上市 叫我們過來測試 所以藉著這次的機會 就帶大家來看看斯連 教大家如何選一張適合自己的床墊 斯連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都知道 是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品牌 亦都是大家都很信任的品牌 今天我們就來到斯連 今天和我一起拍片的 不是Olivia 但是我邀請了另一個 專門服務我們容易工作室的 TopSales小霞 她亦都受到我們很多客戶的盛讚 大家都覺得她又專業 又非常之 nice 整個過程非常之舒適 而且沒有任何的壓力 那我們就進去吧 Hello 這個就是我們備受客戶歡迎的小霞 小霞先和我們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斯連小霞 其實我和小霞每個星期都會見三四次 今次就不同 我今次是帶著我們很多觀眾朋友的問題 來到斯連來向專業的小霞請教 首先就是第一個問題 我們很多客戶都會問到 怎樣才可以選擇一張適合她的床墊呢 其實客人過來這邊去試床墊的話 我們都一定會要求客人去試床墊 因為每個人的身材體型 包括以前這些睡眠習慣 對於每張床墊的舒適球 包括軟硬度上的要求都不一樣 所以希望客人可以在我們這邊 試床墊之後有一個很放鬆的環境 都會邀請她去試我們的床墊 通過一些在家的評分 質分不同的睡眠知識 去體驗一下斯連的舒適度 其實大家都可以知道 試一張床墊是必須要體驗過 才可以試真一張床墊 我們現在就開始體驗吧 慢著,你忘記我們還有幾個問題嗎 是的 一般我們之前會提前 先了解一下客人的基本情況 首先要看客人之前 睡在甚麼品牌的床墊 因為我做床墊已經做了很多年 現在對市面上很多牌子都是比較了解的 一般如果你之前是了解到 你用在甚麼牌子的話 其實我大概就知道 你是適合睡在甚麼舒適度 甚麼軟硬度的床墊 我們還會了解到 客人會否有脊椎的不舒服 頸椎的不舒服 或者是平時睡覺的時候 會有些身體的不舒服 都會去了解的 其實小孩有個很細心的點 就是有很多次他都會問到我們客戶 平時有沒有說哪個地方做過甚麼手術 因為這些都跟身體的狀態有關 是的 那還有呢 我們也會了解客人的睡眠習慣 平時是一個人睡 還是兩個人睡 還是會否有一個人會早一點 一個人會遲一點 這樣的睡眠時間會否是一致 我們這些都會了解的 最後就是客戶的預算問題 這個問題一般就是 我在前面會提前了解到 客戶會在主人房這張床 放多少預算 會在客房放多少預算 然後來到這裏就會跟小孩 直接溝通 是的 基本上通過前面幾個問題的了解之後 其實我大概都心中有數 會有幾張床藥推薦你去體驗 其實C連展廳裡面有差不多二三十張床電 如果每一張床電去試其實都不太現實 還有就是都試不出來 所以小孩每一次來到都會跟我們推薦兩到三張床電 給客戶去試睡和比較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開始體驗了 大家可以看到小孩已經做好了體驗前的一系列的準備工作 一次性的枕筋和拖鞋 然後他們每一天都會清洗他們的床單 然後我現在就開始換鞋了 其實我去了很多間店舖 不是每一間都會換鞋的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平時回到家其實睡上床的時候 希望都是有一個非常舒服放鬆的環境 我們希望都可以讓我們每一個客人有一個最舒服 其實脫鞋了之後整個放鬆感會更加舒服 對 好像回到家這樣的感覺 就好像有一種歸家的感覺 是的 還有一點其實我們建議客戶來到C連或其他地方體驗 盡量當日的衣著就簡單和休閒一點 有一種回家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要脫下我的外套來開始體驗 我們整個體驗過程就體驗完了 一般我們都會建議客人試床墊的時候 可以坐一下 然後平睡、質睡、不同的資訊去體驗床墊 去感受一下床墊墊 給我們身體不同部位的舒適度 包括它整個飾壓度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看到很多床墊 千多元的油油 幾千元的油油 幾萬元的油油 甚至之前大S那張幾十萬的油油 其實它有什麼不同呢 我又要問Shirley 你買了這麼多張床墊 你知不知道一張床墊的主要構造是分成幾大部分的呢 就不是很清楚 我們接下來就和你介紹一下 好像這張床墊 它是比較偏厚一點的 其實這張床墊的舒適度是由上面的舒適層的緩解層 以及我們下面的一個主體的蛋黃承托層 這張床墊是我們的舒適層 原來舒適層也有這麼多層 那我先從上到下去和大家介紹一下 上面這層是我們私聯最新研發的 叫一個空氣透感棉 再下來的話 第二層就是我們聽得比較多的是乳膠 第三這個就是凌膠粒子基因棉 下面這個是色壓波浪棉 每一層的材質的功能性不同 我們不同的床墊和舒適度 它需要通過不同的材質的搭配 包括上下放的順序不一樣 厚薄和密度不一樣 它給予我們的舒適色壓的能力都不一樣 真的很專業 每一層都可以說出來的名字 然後下面呢 下面就是私聯的獨家秘方 這個就是私聯之所以可以連續四十幾年 全球銷量冠金的一個獨門秘級 它就是私聯的太合金的美肢感應彈簧承托層 所以其實一張床墊簡單來說 就是分成一個色壓層一個海面層 但其實還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它的湖邊圍邊層 還有一個圍邊層 互邊層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坐床墊的話 甚至乎有些床墊如果沒有這個技術的話 它就會比較容易去傾斜 傾斜感會比較強 私聯就可以完全做到一個承托感非常之好 就算你躺在哪個位置或坐在哪個位置 它也是完全承托得到的 我想問一下小 client 平常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床墊的一個厚度 現在大部份的床墊 其實標準的尺寸都是25厘米至30厘米之內 它的適配床架的厚度會比較好簡單 我們希望客人可以選擇到厚度稍為更好一點 它的舒適度就會更加好 所以这里又可以科普一个大加一个小知识 我们在选择床褥的时候 其实都跟床架的高度有关 有时候如果选择一些特别厚的床褥 例如35-32cm 我们的床架就相应要低一点 如果是常规的床架的话 建议我们可以选择26-28-32cm 都是OK的 我们客户经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 它怎样去选择床垫的软硬度 这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要问你这么多的问题 是了解客人的情况 因为我们门店放了20多套床褥 私联床褥是分了6个不同的软硬度 A B C D E F 这样去分级 A级是最压 F级是最软的 刚才问你这么多的问题 就是希望通过我的专业推荐 其实我心中有数 我基本上都会根据客人的一个情况 去推荐适合它 基本上都会推得比较准的 其实真的 软硬度这些东西就是个人的感受 很难用语言或者某一个评级去决定 所以都是要经过亲身体验才可以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平时的赤寸方面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客户可能在海外回来 有时他需要QEEN SIZE或QEEN SIZE的床褥 你们可否定制呢 可以的 不同的尺寸大小的话都是可以定制的 唯一不可以定制的就是我们的床垫口度 床垫口度是不可以定制的 长宽都是可以定制的 其实国内的标准的床垫尺寸就是有 1.2,1.5,1.8 然后它的长度就是有1.9和2米 这些尺寸都是会适配我们比较容易买的 那个床上用品的尺寸来的 接着我们就想问小霞一些关于 床垫的养户问题 我们有时客户会过来问 他说床垫是否需要定期去翻面的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床垫 两个夫妻睡觉的话 其实他两夫妻的身材体型体重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上边舒适层的软性材料 它是会有一个压实和一个使用的痕迹 那我们都会建议客人 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的话 床头和床尾对调一下 可以令到他整个舒适层的软性材料 受力会更加均匀 从而令到他的舒适度会更加持久 舒适度会更加舒适一些 所以不是说常常都要去调床垫 一般就是一个季度去调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我还想问小霞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不知道我们的床垫和质保多少年呢? 私年的话它是整保十年 而且是整张床垫由舒适层到蛋黄层整保十年 现在市面上的所有其他品牌的床垫 它其实只是保蛋黄层 其实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售后问题 其实都是主要集中在它的舒适层上的 今天真的非常多谢小霞的专业介绍 和带我去体验最新款的床垫 接下来就会给一些广告时间给小夏来介绍一下 私年这个产品 当然了 私年它是一个顶级的床垫进口百年品牌 它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床垫的质量上面 和售后上面大家都绝对可以放心 百年品牌的话 就一定是绝对精的百年品牌 私年它是181年在美国的修斯顿的私年的小镇 诞生到今年已经有143年的历史 它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对来说 会比较迟一些 是2008年才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 相计的话 在我们中国市场都见了6个直营的独资工厂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 对私年这个牌子绝对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在香港大部分的升级超五星酒店 全部用过都是私年 都非常感谢容易工作室 以及Shirley 带了这么多香港的朋友 过来试床垫和买床垫 如果有更多的朋友想要试私年的床垫 欢迎过来找我小孩 非常多谢私年去年对我们容易工作室的支持 其实实在是我们整个工作室 无论是哪个业务的服务中址 我们推荐的品牌 他们都是服务以及售后价格等等 都是非常实在的 其实床垫的市场就是非常混乱 哪怕是品牌都会有很多假货 我们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会在床上边度过 但是床垫是买了回去 没办法拆开的产品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看完这条视频之后 都可以买到服务实在 价格实在 和售后实在的床垫 今期我们床垫的分享课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大家帮我们分享 点赞和评论 如果大家想了解其他的软装小知识 都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们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而且过程中还会安排你最喜欢的美食 一家人或者带几个朋友过来 就可以很针对性地去看一些楼盘 看周边附近的情况 而且我们的置业顾问 会为你介绍清楚周边的发展规划 现成的一个情况 以及介绍这边有哪些人群会买 是否适合你 因为买楼来说 不同的价钱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究竟哪一个才适合你 是否纯投资或者纯自住 或者是买公寓还是买住宅 还是先租还是后买 等等的这些情况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给你不同的建议 以及全程毫无压力 大家好像朋友那样 轻轻松松 在一日或者两日的时间里面 将你想要考察的楼盘 我们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这里誠意呼吁大家 参加我们的看楼团